這個《港造星》普選 在1949年9月29日 就是中共開國 之前是由中共領導八大民主黨派 簽了共同綱領 這個是他承諾 我們現在沒有冤枉他 12月1日如果繼續這樣 我告訴大家一定有抗命 我們一定會唱他這首國歌 遲來不讓你來 我告訴你 這個是冤枉的 是嗎 你現在為何搞到 國民思潮出來這樣做 你愛國愛港 各位 我就不說 我一定會陪他們抗命 我告訴你 十月一日你國慶 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不如做人看這個問題 你看著 十月一日就抗命 我們的記者招待會到此 要結束 多謝大家 大家如果喜歡訪問任何 總之 組織的代表或是立法會員 請直接問給你們 好不好 今晚7點天馬 天馬公園見 我們會盡我們最大的努力去做